我问一下,然后听听一听 好的 然后说是,你见过那么多你的粉丝呢 有哪位黄小推啊,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就是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大家说说 前几天不刚举行我所会吗 就以前我的粉丝就是那种很害羞那种 见到我就不说话了 就一般三句话 你好漂亮,你好瘦,我好喜欢你 一般大家都说这三种话 但是前几天举行我所会发现大家变了 大家疯狂套路我 变得很可怕,说一些可怕的话 就可以简单说一下,比方说哪句话 你会觉得让你有点怕怕的 你说说什么 是你今天装画的怪怪的 我说啊,是吗 我哪里怪的,怪可爱的 这是深雕啊 这是我现在特别流行的 大雕 对,我的粉丝现在变了 变得很可怕 就是你还是 你还是爱他们 纯洁的他们呢 还是现在他们那种 比较套路的方式 那还是看个人吧 看个人 平平回答的就是我都喜欢的 平平其实最近也都在拍戏嘛 今天会刚拍过一些作品 然后拍戏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比较难忘的经历 或者是故事 拍戏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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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戏的时候也会有粉丝想去 拍戏什么的 然后他们会去剧组 应聘那些群众演员嘛 然后就有的人 就是真的被招进去 然后还 镜头还挺多 后来劝耀 说你那个电影要上映了 我会去看的 看看我自己 就是为了追IDOL 走上了演艺之后 对,还出镜了 那这种方式特别好 就是IDOL和粉丝一起 走上人生的红台 然后告诉我 我演电影了 还跟你同一部 就是追IDOL的正确方式 都知道新年过年的 处夕前一天是情人节 哦,对对对 2月14号 就是 你就想收到什么样的礼物呢 情人节啊 倒还好 每年都没啥礼物 没有人 我妈会给我送礼物 我妈在这种时候会关亲 我给我打个红包 说知道没人给你送礼物 为什么听起来有一点心酸呢 是跟妈妈互送礼物吗 妈妈送你红包 你送妈妈 没有 我就理所当然的收下了 我爸会给我妈送礼物啊 我妈给我打个红包 我就理所当然的收下了 那你觉得除了红包做的 你比较享受到什么 呃 巧克力啊 什么的 我还挺喜欢吃 以天时为止 对 那就是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的那个 舌偶标准吗 就是比方说 现在特别流行什么 小奶狗 小狼狗 霸道总裁 如果是这种三种类型 你更就是 更会对哪一种比较感冒呢 呃 我觉得性格要合得来吧 嗯 这 这 这么宽敦的 那 首先淘汰霸道总裁吧 因为我感觉霸道总裁 是不是那种就是 比较强势 会操控你的那种 哦 拒绝被操控 对 就比如 比如去吃饭什么 好 我听到了吗 霸道总裁已经被 被被被淘汰了 就比如我想吃红烧肉 霸道总裁可能就 不行 我想吃个什么别的 那就 不喜欢这样 霸道总裁不是应该是 我想吃红烧肉 挺挺你过去做 这种类型吗 对对对 不行 我也不喜欢这样的 那在小奶狗和小狼狗 现在选到二手一了 怎么 躺开第二位 怎么男生就分成三种 就只有这三种 对不是 我们其实还有一个隐藏的选项 对 是什么 就是贴心大叔类的 哦 小奶狗 跟小狼狗的意思就是年夏 是吧 年纪比较小 就是年轻就好了 一定不一定才得比你小 我觉得就是 哦 就是说看上去比较年轻 有活的类型 那其实都无所谓 就是只要性格开朗 喜欢年夏 不是 不是说喜欢年夏 是性格开朗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年年轻没有特别的限制 就是贴心大叔有点大事 最好搞笑一点 如果搞笑大叔就可以了 哦明天的标题来了 因为历史生活压力很大 因为历史生活压力很大 要像一个搞笑的人 哈哈 你们自己说的先自己搞笑 对 他们笑都起来 自己都笑了 自己都笑了 就是做女人的生活压力很大 对 所以大家听到了吗 今天我们的那个标题有了 就是 听黄晴晴的照片都有搞笑 搞笑 粉丝们特别想要 看到婷婷戴着 金色的眼镜 我想知道这个是什么 是有什么故事在里面吗 好像没有 因为虽然我近视 但我平常都戴金眼镜 就很少戴眼镜 他就想看我戴眼镜吧 那为什么他们不想 看你戴红色或白色 为什么一定要是金色的呢 你觉得会是什么原因 就是那种 好学生的感觉吧 金字边那种感觉 对 你就觉得你的粉丝 需要你像个好学生 我不知道 那成绩我们今天 能满足粉丝这个愿望吗 好的吧 所以他有准备吗 对 好 是不是 有点错误了 这绝对是我们特别 为自己的粉丝 呈现了环节 对 对 你现在Doki 直播里面 才能看到 对 只有Doki 因为上完今天这个节目 就要把那个眼睛丢了 哈哈哈 刚刚跟他再说一遍 只有Doki 只有Doki才能看到 因为过了今天 我就 我过了今天我就把这个眼睛丢了 哈哈哈 你要这么说 嗯 送给Doki的粉丝 啊 啊 丢了他 丢了他 不过了今天这个 就不属于我了 就最后一次 嗯 你要是觉得实在不想要 你可以送给主持 好的 哈哈哈 把他送给主持 哈哈哈 哈哈哈 大家满意了没有 满意的挺空二 哈哈哈 空一空二是什么意思啊 啊 就是按一和按二 哎 为什么 就摔一大牌笑 就会很开心 哈哈哈 因为你大牌游子 是不是太慢了 啊 啊 哈哈哈 开心 哦 开心 哦 哦 就直播嘛 就看来平几平是很少 做直播 或看直播 嗯 那种关键词什么 666啊 666啊 老铁666是吗 嗯 在女团当中 你觉得 就在你的团体当中 你觉得谁的颜值是最高的 谁的身材是最好的 谁的身材是最好的 你最喜欢的 嗯 嗯 听起来说 谁的颜值最高 就是 你就是找得漂亮 对对 就是我个人 就没有那种什么 一个标准 就是完全是我个人的喜好 对你个人喜好 我觉得孔潇影长得非常好看 就是S队一个 就 虽然我们团是走那种 就是 青春可爱 它就是里面最特别的那个 特别性感 哈哈哈哈 等会儿 我听到了什么 一个青春可爱风的队伍里面 有一个特别性感 就我们整个团的风格是比较青春可爱一点 但是 然后都歪掉了 对 孔潇影就是 特别特别的一个存在 特别喜欢 那你觉得你的 就是在团里 你觉得给自己 嗯 排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就是颜值 身高啊 那那那那 我觉得可以随意的说 因为这种人做得好 哈哈哈哈 那就 哈哈哈哈 孔潇影之后 我第二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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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乱说什么 哈哈哈哈 对对对对 这不是 这不是听你说的 他总是硬呆的 对不是我说 对对对 在暂幅有好多的队独ля 说昨天你们开年会啊 嗯 是不是 然后婷婷你有没有正过什么 那第5年什么都没正过 嗯 就第15年什么都没正过 公交卡也没正过 所以说 这个刷就应该说 你们真的中了我们的爱 就是 最大的奖品是什么呀 这你们年会的时候 嗯 被跟我说SNS48台并第一次 不是不是 呃最大的奖品是什么 手机还有什么音响套装之类的 反正我都没中过 那我们接下来有一个最后一个环节 做完后就给吃饭了 就是我们粉丝都有一个小心愿 就是希望能给他们画一下 他们在你心目中不要推的样子 这个可以 好呀拿笔画是什么 工作人员比和纸 这样很难因为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长相 就觉得他们在你心中是什么样子 好吧首先大家都有一个脑袋 这里一个脑袋就这样子 对 然后两眼冒心 哈哈哈哈 这脑袋就没做这样子 这是一个男生 嗯不没有画性别 因为因为 画的刘海好 没有特地画性别 因为有男生也有女生 就这样吧 他不是一个男生 他也可以是一个女生 大家还满不满意 对 听听底下这个 对 没有画一些特别特征性的 因为大家都长不一样 但是大家基本上有个标志 就是两眼毛型 哈哈哈哈 就满满的爱 对 满满的爱 对 那我现在觉得大家满不满意看一下 特别满意说什么 我觉得肯定会特别满意 限量吧好不好 那我们肯定 可不可以给他签 签个名 好的 给他画个T 哈哈哈哈 哦对 真的画特别可爱 特上带个发骨 那画呢 呃 偶尔 还要带 带发骨 对 对 对 带个发骨 哈哈 好了 哈哈 哈哈哈 特别的特别的感谢 那 最后的最后 大家一定要去 腾讯视频 都可以 关注我们的 都可以主黄婷婷 然后 怎么观众呢 打开腾讯视频 都可以听入都可以主页 然后 也关注 就可以以后 那么会也邀请婷婷来 多给我们 寻找一点互动了 好的 所以我是都可以主黄婷婷 欢迎 我是都可以主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 好 特别特别好 然后我们会再次感谢一下 我们今天的独家的合作伙伴 大众鼎婷提供的草皮支持 欢迎 这餐厅棒不棒 棒 对 然后我们的云路餐厅非常的棒 然后感谢大家 对 今天来看我们的节目 嗯 然后我们今天坐在这儿就跟大家说再见了 那我们之后来碰个威吧 好的 碰完被错听就可以开心吃饭了 好的 好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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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辛苦了 結束了吗 感谢观看